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不定词代表很多的含义 对不对 接下来还是一样继续 这样的重点 我们来看看 逼动词加上不定词 还有其他的意思吗 有的 来看一下黑板上写的 表示可能怎么样 逼动词加上不定词呢 在表达表示可能的时候呢 中文解释成能够怎么样 也就是呢 相当于是我们中文讲的 Can这个字 C-A-N Can这个字 大家要特别注意咯 它在否定句的表现当中 否定句 它通常呢 需要采用被动的语态 记得咯 否定句 要用被动的语态 这个重点呢 同学把它画起来 比如说 像下面的这两个例句 首先看第一个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怎么样把它变成英文 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老师在讲解句子的过程当中呢 你不要紧盯着什么 盯着讲义看 盯着讲义看 自然而然 这一句我知道 我看得懂 但是老师呢 教学的重点在于 当你要表达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 自己从第一个字 到最后一个字 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 比较重要哦 所以来看这一句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来 我们怎么样看这个句子呢 我们说 在一个句子里面 除非我们要强调 天空是美丽的 The sky is beautiful 这时候天空是主词 直接放前面 要不然呢 我们这一句话 不是在讲天空 我们告诉你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天上在天空中 这个呢 是一个地点 我们说了 在英文里面呢 你有看到时间 有看到地点 它又不是当主词的时候 我们通通都可以 把它放到怎么样 一个句子的句尾去 所以呢 这个老师先把它框起来 我们先不看它 好 天上 也就是在天空中 好 它是一个地点哦 它不是主词 这句话的主词是谁呢 接下来看这个字 看 叫做动词 诶 我们说主词 主词是要具有 名词身份的字哦 所以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名词 也就是云 Cloud Cloud 这个名词 那么呢 它就当主词 所以你有可以发现哦 动词在这里 主词在这里 好 你如果写 Cloud 然后写 C 云 看见 不对了吧 云它不会看 是我们看到云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是谁在讲这句话 是人在讲这句话 人 我说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我看不到天上有任何的云 看的人 是什么 主词 可是在这里 它并没有写人啊 到底要写我 还是你 还是他 没有关系 英文 有一种被动语态的表现 有没有 它是一个否定句 看不到 有一个步字 它是否定句 否定句呢 它可以用被动来表现 能够怎么样 这个是be 加上to 圆形动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方法 记得咯 在否定句中 常用被动 所以呢 主词在这里 动词在这里 一朵云也看不到 不能看到任何一朵云 所以看不到一朵云 我们可以讲 not a crowd 没有半朵云 我们中文是这样讲 很夸张 云呢 有算半朵的吗 我们常会讲 路上看不到半个人 当然看不到半个人 真的让你看到半个人 你就吓坏了 对不对 可是这是一种中文 特有的表现方法咯 所以 看不到一朵云 在英文里面 我们讲 not a crowd 没有一朵云 再来咯 主词是云 动词记得 云是被看见的 所以在这里用被动 对不对 不要忘记咯 再提醒各位同学一次 to 我们先把b动词写下来 这之前我们写过咯 所以老师这里很快地写下来 b动词加上to 圆形动词 b动词要加上pp 所以得出来结果是b动词加to 中间重复b 然后最后加上一个pp 所以呢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记得被动语太是b动词 b动词to be 加上pp 这个pp当然是从c变来的 也就是sing 所以是 not a crowd was to be seen not a crowd was to be seen 然后呢 in the sky 在天空中 好 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在这里 可不可以把它换成no呢 可以的 not a 这两个字可以换成no 所以你可以说 no crowd 你也可以讲 no clouds 2的后面一定要用单数 但是你如果用no n-o的话呢 你可以用单数或负数都可以 所以no crowd no clouds 都可以 好 这个句子呢 就出来了 not a crowd was to be seen in the sky 我们中文说天上 看不到一朵云 中英文的差别这么大 同学你要知道英文怎么说 同样的 举例咯 街上毫无人影 也就是呢 在街上呢 看不到人 看不到任何人 没有人在街上被看见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里的地点换一下 天上换成街上 对不对 看不到一朵云 毫无人影就是 看不到一个人 一个人都没有 对不对 好 当然你也可以同样这样子 但是呢 没有半个人 我们在英文里面可以这样说 nobody 或者你写no one 也可以 nobody no one 记得咯 你如果写no one 两个字要分开 是n-o 加上one 两个字分开 如果nobody的话 就连在一起 还是一样 nobody was to be seen 好 再接上 叫做on the street nobody was to be seen on the street 好 所以这两句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呢 记得同学 逼动词后面 加上不定词 在代表可能 能够怎么样的时候呢 它在否定句当中 能够被怎么样 不能够被怎么样 否定句当中呢 它常常用的是 被动语态 你几乎看到 这样的句型出现的时候呢 它都是用被动来表现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像这两个中文 中文的例句呢 翻译出来的英文 跟它差别那么大 同学要特别注意 老师是怎么教你 从第一个字 到最后一个字 把英文表达出来的 好 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重点 逼动词加不定词 表示命运 有什么什么的命运 那当然了 表示命运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命运这两个字呢 不一定会出现在什么 不一定会出现在句子里面 但是它有这样子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他再也没有看到 他的妻子和家人了 他再也没有看到 他的妻子和家人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在这一句话里面 你有看到 命运这两个中文字吗 并没有 并没有 但是呢 这一句话 什么时候我们讲到 这句话呢 经过了战争的洗礼 他再也没有看到 他的什么 再也没有看到 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了 有没有 这是一种命运 对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导致 有什么样的命运产生 这个是呢 命运是含在句子里面的 你说老师 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他再也没有看到了 他没看到 he never 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直接写 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要强调 这是一种宿命啊 命运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他再也看不到 他的妻子跟家人的时候 用逼动词 加上 to不定词 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他再也没有 怎么说呢 he 主词he 好 逼动词 加上 to加原形 如果否定呢 在逼动词后面加not 所以 he was never to see 这里不需要用到被动哦 天上看不到一朵云 云是主词 云是被看见 在这里的主词是他 他再也见不到 所以他没有被动的含义 不需要用到被动 所以直接用逼动词 加上不定词 就有命运的含义 逼动词 加上不定词 表示有怎么样的命运 但是记得 中文并没有把命运 那两个字翻译出来哦 那么 还有逼动词的句子 肯定变否定 就在逼动词的后面 加上not 这里强调再也没有 我们用一个更重的否定字 叫做never never 所以he was never to see his wife oh his wife 来 我们看一下 他是用黄色分笔来写好了 he was never to see his wife 还有呢 family family的全面呢 省略掉这一个 所有格叫做his 好 这里有一个 再也怎么样 这里是never 没有 再怎么样 副词写最后 again 你可以直接用 he never saw 他没有看见 他没有看见 可是我们说 他没有看见 他的太太 跟他的家人 好像是一般的句型 对不对 他回到家 他没有看到他的什么 他没有看到他的妻子 没有看到他的家人 这就很普通的叙述 但是我们要强调 因为经过了一件什么事情 当然了同学 这句话会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有个前因后果 你可能在一篇文章当中 或者是在一本小说 一篇短文里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句子 他一定会有一个前因 告诉你呢 这个主角 也就是he 他呢 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命运 什么样的命运呢 他再也没有办法 看到他的家人 他的妻子 可能是呢 因为战争的关系 跟家人分散了 可能是呢 他眼睛失明了 因为受伤 眼睛失明了 再也无法看到 他的妻子跟家人 所以有这样的宿命 命运的决定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 逼动词 加上不定词 来表现 所以这句话 来看一下 he was never to see his wife and family again 所以呢 逼动词 加上不定词 表示命运的时候呢 同学要在句子里面 去体会 他的用法 再来看一下 后面 我们说逼动词 加不定词呢 可以表示意图 意图就是想要怎么样 你学过叫want 打算怎么样 你可以用be going to 将要怎么样 可是呢 这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 另外一种表达 它解释成打算的时候呢 其实有这一个字 intend intend 这个字也是 意图 打算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动词 可是老师特别提醒你呢 来在信号的部分 我们说呢 逼动词 加上不定词 表示意图的时候呢 它通常采用if子句 如果你想要怎么样的话 if子句哦 记得咯 它既然通通 大部分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出现在if子句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哦 if子句 b动词 主词 b动词 加上不定词 它才有想要的意思哦 那么主要子句会配上 must 必须 need 需要 necessary 或者是需要 need 需要是动词 necessary 需要 是形容词 会配上这样 如果你想要怎么样的话 你就必须怎么 你就需要怎么样 这是一种语气的表现 所以记得咯 if子句出现 逼动词 加不定词 表示想要 那么主要子句呢 就是没有连接词的 那个主要子句呢 常常会配上 must need necessary 这样的字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比如说 这个例句 如果你想要成功 你就必须更加努力 所以呢 逼动词 加上不定词表示意图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通常都是用来表达 如果怎么样 你就付出 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你如果想要怎么样 你就必须要去做什么事情 需要去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概念 好 我们把这句话翻出来 如果你想要成功 if if you 不要写want 我们可以更强调 很多人说成功 老师我会写success s-u-c-c-e-s-s 不对 success是名词 to后面要原型哦 成功的动词叫 succeed s-u-c-c-e-e-d 同学特别注意 有两个c 有两个e s-u-c-c-e-e-d 这个才是动词 success叫做成功 succeed也叫成功 但是要从句型的 前后的字序 它的结构 来了解应该用哪一个字 才是正确的 to后面的东西 要用原型动词 you are if you are to succeed 你必须要 you must 更加努力 叫做study 或者同学 如果是学生的更加努力 当然用study 如果呢 你是呢 怎么样 你是指一般的工作 你可以用work work 当然学生的用功努力 也可以叫work hard 也可以的 所以呢 you must study 怎么样 study harder 它说要更加的 更加的怎么样 harder加上去 你可以写 you must work harder 或者you must study harder 也可以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表示意图的时候 它会用这样的句型 它的基本的句型结构 一定要个if子句 然后出现了 逼动词加上不定词 这时候才可以解释成 想要怎么样 在这里是想要成功 后面的这个子句 要加上 这样子 必须要去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一些辅助的单字 才能构成 逼动词加不定词 形成想要的这个用法 好 在这里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提到的都是 逼动词加上不定词的用法 接下来 还有很重要的 不定词的用法 我们继续 往下面看 在第九个重点当中呢 我们要提到 不定词的变形 什么叫不定词的变形呢 我们看看 它的变形有哪几种状况 一个是被动态 其实被动态 在我们之前有讲过了 再来进行式 还有完成不定词 用在 不定词就是 2加圆形动词 用在进行式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的表现 然后用在完成形 也就是所谓的 完成式当中 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要表示的 这都是我们等一下呢 要讲课的重点 首先来看一下 不定词的被动态 不定词的被动态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 把它导出来 看这里 不定词 2加上圆形动词 可是它的被动呢 是逼动词加上PP 我相信这个同学 你已经知道了 它的方法了 对不对 谢老师的什么 谢老师的功力 已经传送到你那边去了 你知道了 要让两个东西 产生关联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所以呢 不定词 2加圆形 被动 逼动词加PP 所以 不定词的被动 你有没有发现 在写的时候呢 直接按照我们 讲国语的顺序 不定词的被动 有没有发现 对了 很清楚 好 记得中间重复的地方呢 一定要词性 性质相同才可以 动词 逼动词 都是属于动词 所以呢 得到的结论就是 to 逼动词的原型叫做 be 然后再加上PP to be 加上PP 所以不定词的被动态 就是 to be PP 形成了 这样子的句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 这个部分怎么样运用 来 直接用整句翻译 这个句子很简单 I like to teach 对了 我喜欢教书 对了 教书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 teaching is learning 教学相长 有没有 教书跟学习互相成长 我一边教学生 学生也一边会教我 对不对 按照学生呢 跟我的互动当中呢 我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谢老师喜欢教书 我喜欢教书叫做 I like to teach 我喜欢教书 那么如果说这一句呢 I like to be taught 你们发现 你们发现 我们说like like这个字呢 后面碰到不定词的时候呢 它可以解释成什么 在我们之前有学过了 有想要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说我想要教书 我喜欢教书 要看前后文的意思来表达 可是如果I like to be taught 它变成了被动了 有没有看到 to be加上pp 有没有看到 不定词的被动 既然看到 逼动词加pp 中文翻译成 被怎么样了 所以我喜欢被教 拿到一个题目呢 尤其是数学 我不喜欢自己想 我不喜欢自己思考 我希望别人 直接告诉我答案 我喜欢被别人教 我喜欢被教 有没有 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是主动 这个是被动 我喜欢教书 我喜欢被教导 我喜欢被教育 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例句这一组 there is a lot to do yet 还有很多的事情 a lot of things a lot代替的就是很多事情 a lot of things的意思 there is a lot to do yet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还有很多事情呢 要处理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to be done there is a lot to be done yet 还有许多事情呢 要被处理 其实这两句话呢 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 全部呢 都是在告诉你 事情 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 很多事情该要去做 那么这两句话呢 要按照前后文来选择 该是用主动 还是用被动 如果是用被动的话 to be done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但是两句话的意思 是差不多的 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还有很多事情要被处理 这两种表现方法 都是可以的 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是呢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这两句都可以用 好 这个是呢 属于被动态的部分 来看一下 进行的部分 那么进行呢 也是一样 我们还是要把它的什么 它的结论导出来 用的方法 跟这里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呢 怎么样 让它把这个结论导出来 老师写在这里好了 好 我们说不定词 叫做to 加上原型动词 也就是VR 那么进行呢 同学 你听到进行是 我正在吃饭 英文叫做 I am eating I am eating 用B动词 加上动词NG 来表示一个动作 在进行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动作进行是 B动词 加上动词的ING 好 结论出来 把它加起来哦 同学看一下 中间 重复 所以呢 还是一样 B动词的原型 叫做be 这里形成了 to be 加上动词的ING to be 加上动词的ING 看到了吧 这个方法 很简单的 来看一下 实际运用到例句里面呢 我们来表现一下 这样的例句 来看一下 这上面 黑板上的题目 他们似乎正在 等我们 他们似乎正在 等我们 同学似乎怎么样 这个字我们教过了 叫think 还记不记得 那么think的后面 是不是要用什么 要用不定词 似乎有一个动作 用think to 加上原型动词 可是它这里呢 还有一个正在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对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它think的后面 要用所谓的 不定词的什么 进行态 进行的形式 来表达 也就是我们讲的 to 加上b 加上动词 ing 这样了解吗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来主词 他们 they 似乎 they sing 好 他们似乎 不定词要出来 但是它是正在等 还有一个进行 我们说过了 正在等怎么样 不定词的进行态是 to be waiting to be waiting 有没有看到 来 我们来看看 你有没有概念哦 think的后面 一定要不定词 不定词是 to 加上 原型动词 那么 所谓的进行呢 是 be动词 加上 动词的 ing 有没有看到 再来一个ing 所以似乎 正在等 叫做 seem to be waiting 等什么人 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等等我 在英文里面叫 wait for me 等某个人 wait 后面记得要加一个 for 它是等我们 所以是 waiting for us waiting for us 所以中间这个 to be waiting的部分呢 是很多同学 比较容易漏掉的 要特别注意哦 怎么样在 to跟ing中间呢 让它连接在一起 就是用一个 圆形的be 你知道ing 在表达进行式的时候 前面会配be动词 那么不定词是 to加上圆形 所以中间又要圆形 又要be 那就是to be waiting了 所以整句话 they seem to be waiting for us 他们似乎正在等我们 很简单的句子就出来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 完成不定词 同学 完成式你知道的 现在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是have a has 加上PP 完成式是什么 had 过去完成 我们讲到过去完成 是had加上PP 所以呢 要把这两个东西 凑在一起 完成不定词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先看一下不定词 不定词叫做to 加上什么 圆形动词 我现在还是要把它 导出来 那完成式呢 完成式是have a has head 现在式是have a has 过去式是head 来哦 我这样写哦 我这样写哦 have a has 或是had 这三个 加上PP 这个是不定词 下面这个是完成式 再讲一遍哦 好 同学呢 老师稍微呢 改一下 哦 我们稍微改一下 镜头上呢 同学可能看不太清楚 老师再重新写一遍哦 好 来 我们写过来一点 让同学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写这边 to 加上 圆形动词 代表不定词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完成式 我写在这边哦 完成式写上 have has 还有 head 加上什么 PP 然后呢 把它 凑在一起 同学有没有发现 中间重复 中间重复的 有没有看到 好了 中间已经重复的部分 记得 它的基本条件 它要的是圆形 have has head 哪一个是圆形呢 它不是 它也不是 所以只有 所以只有 是圆形 所以完成 不定词呢 它等于 to have 加上什么 PP 记得咯 中间的条件 它要的是圆形哦 has head都不符合 所以只剩下一个have 所以to 后面要什么 圆形动词 少了一个e了 少了一个e 好 所以to的后面的圆形呢 我们只能写 have 所以是 to have 加上这个 表示完成的 PP 有没有 PP可以表示完成 也可以表示被动 在这里是完成的意思 所以得到的完成 不定词呢 我们就可以填上去了 是 to have 加上 PP 这样同学了解吧 好 来看看呢 怎么用 第一个很重要 它代表什么含义 to have 加PP 表示比 术语动词 更早的时间 哎呀 一看到术语动词啊 很多同学呢 就讲 动词就动词嘛 干嘛还术语动词 对了 其实术语动词 说穿了 就是我们讲的 表示时态的 那一个动词 这样懂了没 它只是在文法名称里面 讲的更详尽一点 就是动词 比怎么样 比这个动词 表示时态的 这一个动词 时间更早 这个动词 在这一句话里面 假设以第一个例句来讲 The child seems to be sick 这一句话的术语动词 就是主词后面 表现时态的这个动词 叫做术语动词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 也是一样 也是since 好 来看一下老师列出来的 这两个例句 一个是 to be sick 一个是 to have been sick 你有没有发现呢 老师 老师 这句话第一句中文 这个孩子似乎呢 这个孩子似乎呢 病了 第二句 这个孩子似乎呢 哎 sick也是病了 可他用的时态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 to be sick 一个是 to have been sick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完成不定词 to have加pp 表示的是 比术语动词 更早的时间 术语动词在这里 它是现在是 比他更早的时间 那是什么时态啊 过去是 或者是 完成是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呢 画图 好 因为呢 版面的关系 老师把图呢 画在这里 我相信这个同学 应该都写下来了 好来 我们把图画在这里 同学看好了 我们说呢 只要跟时态有关 还记得吧 哎呀 老师呢 教学的一些习惯 同学要记起来 那么学习起来 会更轻松哦 讲到时态 时间线 一定要请你 画出来 在这里 术语动词是 现在是 是现在是 好 所以呢 现在是 我画在这里 我就写一个现 代表现在是 什么叫做 比术语动词更早呢 左边是负的 右边是正的 比它更早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过去式 这里是过去式 同学不要忘了 你说老师 那你就用过去式就好了 干嘛用 有什么用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 同学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说呢 诶 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在这里 我看到那个小朋友病奄奄的 我就说 那个孩子似乎病了 要带去看医生 他此时此刻在生病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里用sing 这里用to be 此时此刻的状态是这样 病奄的状态 可是当我看到一个小孩子 他在那里活蹦乱跳的 虽然活蹦乱跳 但是呢 怎么样 长得很瘦 皮包骨 脸色很苍白 还是在那里玩着 他在玩的时候 我看着他的时候 他没有生病 可是一个小孩子 不是应该要 又眯眯 背泡泡吗 对不对 怎么会呢 长得皮包骨呢 脸色又苍白 所以我说了 他之前 好像有生过病哦 他之前 似乎有生过病哦 好 这时候我看到 那个小朋友的时候呢 他是活蹦乱跳的 可是他的状况 又不太像很健康 所以我说他 之前有生病 既然是之前生病 那有的同学说 老师很简单啊 toe后面加过去式啊 对 这句话就矛盾了 toe的后面 能不能用was 不行 toe的后面 能不能用were 不行 原因在哪里 我们说了 toe的后面 要跟圆形动词 was叫b动词 were也叫b动词 可以放在toe的后面吗 不行 不来电的两个东西 绝对不能摆在一起 对不对 他们两个就绝缘体嘛 不来电 怎么可以摆在一起呢 所以toe的后面 要跟圆形 那你说老师 好了 toe的后面跟圆形 那就是to be 可是to be 表示跟他一样 对啊 跟他一样 那不一样呢 为什么会用have been呢 来看一下 我们说了 现在式在这里 过去式在这里 那么完成式在哪里 完成式的图形在哪里 完成式的图形呢 我们画给你看了 要记得完成式是 表示一个动作 如果是have加PP的话 现在完成式它指的是 过去发生一个动作 它发生的动作在这里 然后动作持续到现在 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叫做完成式 所以谢老师告诉你 我教英文已经十年了 这句话好像有点曝露我的年龄 没关系 假设是这一句好了 我教英文已经十年了 请问你 我教英文的第一天 是在什么时候 不晓得几月几号 民国几年的几月几号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告诉你呢 在这一点 十年前 十年前是过去时间吧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此时刻是在这里啊 我从过去开始一个动作 持续到现在 这一段叫做have加PP 现在完成式 它的文法名称 虽然称为现在完成式 但是它跟过去是有相关的 同学们看到 它跟过去是有相关的 所以呢 为了要表示 这个孩子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生病的 还是似乎他以前生过病 为了区别他是现在生病 还是以前生病 记得 在不定词里面 表示生病跟前面一样 用to be sick 如果我现在讲话的时候 他没有生病 看起来以前 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 以前用to have been加sick 所以这里的have been 指的是这一段哦 而且是在过去的 这一个部分 凸显生病的状态 是发生在不同的时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标题老师告诉你 表示比数语动词 更早的时间 数语动词 since加了s现在是 have been 往前面 是指的是 过去更早的时间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呢 这两句话 请你不要翻的一样哦 第一句话 the child seems to be sick 这孩子似乎生着病 他现在正在生病 再来 the child seems to have been sick 这个孩子呢 似乎以前生过病哦 似乎以前生过病 两句话的中文是不一样了 那在英文里面的表现 当然也不一样 好 那么呢 之前教过了 也是一样 同样在不定词的这一章 我们讲过了 对不对 有些比较特殊的动词 它后面会不定 又会用到不定词 那么seam 这个字 seam 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到seam 还有另外一个动词 也可以解释成似乎 记不记得 对了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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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m跟appear 都是似乎 它的后面可以接不定词 但是也可以直接跟 对了 直接跟形容词 所以其实这里的to be 我们可以省略掉 还记得老师告诉你的吗 好 所以我们可以讲 the child seems sick 或者是 the child seems to be sick 两句话都是一样的 那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句型 那么同学老师就要来考考你了 seam 后面加不定词 我们说 这个句子呢 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对了 可以用it来代换 可以变成 这一件事情啊 似乎是怎么样的 那这件事情指什么 要把这个人讲清楚啊 这个小孩子生了病 小孩生病 是一句话 所以后面要用that来连接 有没有 再强调一次 it代替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要么找后面to加圆形 要么找后面的that字句 对不对 所以that出现主词 the child写下来 我说用to be表示 跟他的时间点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现在是 这里也是现在是 it seems that the child is sick 有没有看到 前后 这个叫做术语动词 这个是子句里面的动词 所以术语动词是最主要 前面的这一个大动词 叫做术语动词 它是现在是 它也是现在是 我看到它的样子 它是在生病 再来 the child seems to have been sick 为什么用to have been sick 它表示时间怎么样 更早哦 所以代换成it的子句 应该是这样说的 叫做 it seems 同学 seem还是这样哦 似乎 这个孩子让我看到 我现在看到他的样子 似乎怎么样 似乎用现在是 还是一样句型出来 that the child 这个孩子怎么样 以前生着病 以前生病哦 所以我现在人 是在这里讲话 同学 我现在人 是在这里讲话 以前生病 可能是过去式 也可能是这一段哦 所以它的动词 有两个表现 你可以用 the child was 或者是 the child has has been 然后最后再写 sick sick老师就不写了 sick老师就不写了 就是这个sick放下来 为什么在这里的动词 用的是was 或者是has been呢 老师 你这里明明用have been 你这里为什么用has been呢 同学看清楚 to的后面一定要原形 这里that连接主词加动词 动词看主词的脸色 child的单数 如果用完成词的话 应该是has been 有没有看到 所以要主动要相配合啦 不是说前面这里have been 你写上等号这里的have been 不一定要看一下前面的主词 它表示的状态是怎样的 所以再来看一次咯 在表示完成不定词呢 是来表示更早 为什么用have加上PP 也就是to havePP 表示更早 老师刚才解释过了 对不对 to后面没有办法跟完成词 因为to后面一定要原形动词 就找一个也跟过去词 抱歉 我刚才讲过了 讲错了 口误 to的后面没有办法跟过去词 to的后面一定要原形动词 没有办法跟过去词 那么为了要表示过去 我必须要找跟过去 有关系的一个时态 没有办法用过去这里 我只要用这一段 跟过去有关联的 有没有 因为它的起点是在过去 也就是完成 所以形成了to have加上PP 记得to的后面 一定要用原形的have 不能用has 也不能用had 老师刚才呢 已经把那个公式 导出来给你看过了 那么用这个表示 记得是时间更早 所以在这里哦 我看到它的时候 似乎是 它以前 要么was 要么这一段 有没有 红色的这一段 完成 it seems that the child was sick the child has been sick 所以要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中文呢 在表现时态的时候 在表现时间 先后顺序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一些辅助的字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孩子似乎生着病 那孩子似乎以前生过病 我们会用字的代换 一些辅助的字 一些助词来告诉你 这个动作是之前发生的 还是现在同时在进行的 但是在英文里面呢 它用的是 只要是时态的东西 就会跟动词 就会跟动词有关系 所以同学你要知道了 时间点不一样 动词就会产生不同的表现 那么动词再配上to 放在to的后面 那它更会产生一些 微妙的变化 这微妙的变化 尤其在完成不定词里面 老师刚才解释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还有不清楚的话 请你反复多看几次了 好 接下来 再来看看不定词的其他用法 第三个例句呢 还是一样跟seem有关的 看看同学呢 了不了解老师之前所讲的 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句 he seemed to have spent the money 你们发现差别在哪里 有了 刚才第二个例句跟第一个例句的seem 都是现在是加上s的 那么在这个第三个例句当中呢 seem是过去式 记得过去哦 然后呢 它用的是 to have加上spend 搞不清楚它表示什么 来 画画它的实态表吧 来看一下咯 画出来 在这里我们写下来 这个是什么 themed 是过去 好 我们直接在这里写过去 现在在这里我们不管它 过去在这里 比过去该更早的 比过去再更早的 你知道叫做过去完成 有没有 好 我们现在要这两个实态 过去完成跟过去式 我们要这两个实态 来看一下seem在过去 我们说to加have加上pp 表示的比 表示的是比这个动词 也就是我们刚才称的 所谓的术语动词 有没有 表示比这个动词 表示实态的这个动词 时间更早 时间更早 所以seemed是过去式 seemed 此时刻它人站在这里 但是它后面所做的动作呢 要更早 往前 所以是过去完成 过去完成 所以这里呢 我们说 he seemed to have spent the money 诶 我说啊 昨天他似乎啊 早就把钱花光了 昨天他似乎 假设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加一个昨天 这个时间附词进去 你会更容易了解咯 昨天他似乎 怎么样 he seemed 加了昨天 当然用seemed 我说啊 昨天他似乎 早就把钱花完了 在昨天 比昨天更早之前 比昨天更早之前 钱就已经花完了 所以用过去完成 所以that 连接词在这里 同学看到了吗 连接词在这里 后面是什么 主词 加上 动词 动词 记得咯 to的后面是 圆形的have 加PP 你不能说老师 这里是现在完成 不对 to have 加上PP 记得 它代表的时间 要以前面这个动词 来判断 如果它是过去 sing的 那比它更前 叫做过去完成 连接词 主词 后面的动词 该是什么时态 就用什么时态 所以我们说了 比它更早 用过去完成 所以这里变成了 had spent 我们讲 它似乎怎么样 是指昨天 花钱呢 比我们讲的 更早 所以是had spent 所以这样的两个句子 同学请你 要特别特别 注意一下咯 to 后面永远用 圆形的have 但是当你放在 主词的后面 要表现出 时态的动词的时候呢 比过去更早的 过去完成 had spent 要出来 再来念一下 这两个句子 上面 he seemed to have spent the money 他呢 昨天 或者他之前呢 似乎早就 把钱用完了 再来 it seemed that he had spent the money 他似乎呢 在这之前 已经把钱的都用完了 已经花掉了 这一笔钱 好 所以咯 to have 加pp 它代表的含义 不要跟在我们呢 时态的这个章节里面 提到的完成式 进行 to have 加pp 它到底代表什么时态 要特别注意一下 到底是指现在完成 还是过去完成 记得要以前面的 另外一个动词 另外一个动词 也就是术语动词来判断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三个例句 老师介绍过之后呢 相信同学呢 应该呢 对于所谓的have 加上pp had 加上pp 或者是to have 加上pp呢 能够更了解咯 但是呢 to加上have 加pp呢 其实它还有 另外一层的含义 看第二个重点 它在can't 或者是couldn之后呢 表示否定的推测 很容易了解 can't 跟couldn 首先 为什么叫否定的推测 来看一下 它有not 有not not 当然是否定咯 can 跟couldn 有怎么样 可能的意思 诶 可能怎么样哦 那当然 可能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推测 在must之后呢 表示肯定的推测 must叫必须嘛 诶 它一定是怎么样了 那这就是一个 肯定的推测了 所以呢 从字面上 can't couldn 跟must 很容易了解呢 接下来老师 要告诉你的 这一个的重点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首先看第一个例句 they couldn't have been on strike on strike 这个字呢 你说老师 它正在打击吗 正在准备要打击吗 打棒球吗 哦不是 strike呢 我们说啦 在打棒球的时候 那个s 有没有 s 很多同学说 打棒球 坏球 bad是b 对不对 好球 为什么不选g呢 good不是 那个好球呢 就是可以让你打击的 那个叫strike 所以你在看呢 棒球转播的时候 好球它会写上一个s 就是这个strike 但是这里的on strike 这个strike不是在打击中 这里的on strike有一个呢 这个片语有一个意思叫做 罢工 对了 有一些呢 受雇者呢 不满呢 怎么样 不满雇主的某一些呢 措施或者是政策呢 然后所举行的呢 一个行为 不要工作了 对不对 不工作照领薪水 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叫做罢工 暂时不做他的工作 罢工叫on strike on strike 然后呢 看到这里 could 记得 could 在这里当然没有客气的意思了 这里整句话你看得出来 它在讲表达客气吗 记得 could 这样的过去式助动词呢 它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表示客气 could I come in 我可以进来吗 比 can I come in 更客气一点 这要特别注意咯 过去式助动词 它有客气的含义 但这一句我们感觉不出来 讲到罢工 为什么要客气啊 不需要 所以它是指过去哦 它是指过去 可是又来一个 have being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们这里不是讲到 to have being吗 就像这里一样 to have being 你的to 怎么不见了 同学不要忘记了 不定词包含两种 有没有 一种是 to 不定词 一种是 圆形 不定词 那在这里指的就是 圆形的不定词 它to 省略掉了 告诉我 为什么to 省略 对了 助动词后面 能不能有to 不行啊 助动词后面 不能有to 所以它是to 被省略掉了 变成 they couldn't have being being on strike they couldn't have being on strike 来 could在这里 时间线 还留着 来could在这里 过去 他用的是 have being on strike 叫做什么 罢工 罢工不是一个 瞬间动作 是一个进行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说 他们在这一段 时间里面 不可能还一直 不可能还一直 在罢工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我们说在couldn之后 表示是否定的推测 很容易了解 它是否定 have been 完成式代表是什么 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on strike 叫罢工 所以他们不可能 一直都在罢工吧 他们不可能 一直都在罢工吧 看到完成式 我们常常会用 一直来翻译 所以这个同学 请你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第二个 her mom must have been serious ill serious 抱歉 这里是seriously 副词 为什么 因为它是形容词 ill是生病 seriously ill 叫做生一个很重的病 就是病重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 must have been must have been 还是一样哦 用must 为什么他不用must be 为什么不用must be 用must have been 指的是之前 指的是之前哦 有没有 不要忘记了 have 加上pp 指的是 比这个动作更早哦 所以我们讲的 her mom must have been serious ill 在讲义上呢 我们最后有帮你加一个 then 那个字进去 有没有 但是你看到黑板上 老师为什么没有写then 因为其实这个句子 不写then 不写then 时间副词 我直接看到 must have been 我就要知道 我就要知道 他指的是 比我现在 在讲话 这个状态要发生在 比我现在 讲话 更早的时间 所以呢 这句话没有then must have been 其实你就可以翻译成 他的妈妈 那个时候呢 一定 记得肯定推测哦 一定呢 病得很重 一定呢 病得很重 记得 是指以前哦 如果指现在的话 以后会用must be 来表现 用must have been 指的是 比过去更早 哦 应该是这里 比现在更早的这一段 在这里是这一段 好 在这里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的一个then 你如果不清楚的话 在句尾加上一个then 那个时候 你就更容易了解了 哦 我现在人在这里哦 这时候不是 这一个图形哦 这时候我应该把图形 人换到这里来 哎 在这里我跟你讲了 此时此刻 我再告诉你这一句话 我现在跟你讲话 那个时候 所以指的是这里 那个时候 指的是这里 但是记得 你说老师 既然是那个时候 为什么不用过去是 因为must 注动词 后面要原型啊 must后面能不能加过去是 当然不行 must后面要原型动词 我们说动词分成三态 第一个就是原型 第二个叫做过去是 第三个叫做过去分词 有没有 你每次在背到动词的时候 一定要背到这三态 原型 过去是 过去分词 所以原型跟过去是 是不一样的 所以must的后面 是不能跟过去是动词的 一定要用原型 可是我要强调的是 那个时候病得很重 而不是现在病得很重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么这一段我们说了 这一段可以用 have加上PP来表示 所以我用的是 her mom must have been seriously ill then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couldn跟can't 或者是must加上have 加上PP 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含义 除了表示推测之外 它的时间点 时间的顺序 在表达时间顺序的时候呢 同学也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再来看看 下面一个重点 好 在should 或者是 ought to 这两个 注动词的后面 should 叫做应该 ought to 也是应该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 一个是注动词 一个是注动词片语 对不对 should 或者ought to 它的后面 表示未能实现的事情 什么叫未能实现 还是老样子嘛 跟前面的观念是一样的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这句话我们说 你应该要看一看哦 you have seen it 你应该看 我叫你现在 我拿一个东西给你看 这个东西你应该看 是指此时此刻 you should see it 但是我说了 你看嘛 那个时候我叫你看 你应该要看的嘛 你看 你不看 结果嘞 误会了吧 看什么东西不知道 他这里用it来代替 我告诉你 你那个时候 应该要看 还是一样 注动词后面 你能不能用saw 你写 you should saw it 不行啊 刚才讲过了 注动词后面 一定要用原形 可是怎么样强调过去呢 没有办法强调 过去的时候呢 好 老师千万不能偷懒 做老师的人不能偷懒 再画一次 这个是现在 这个是过去 当注动词的后面 不能用过去式 可是我又要指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 有一个跟过去式有关的 有没有 这一段 过去发生一件事 持续到现在 这一段叫完成式嘛 它跟过去式有关的 所以我就用完成来代替 有没有 所以我说呢 这句话 你后面加一个then 其实也很好懂 那时候啊 你应该要看看它的 什么叫那时候 你应该要看看它 嘿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看看你的成绩单 全部都红的 全部都红的 你那个时候啊 你昨天晚上 或者你几天前 考试前啊 应该要努力一点 应该要用功读书的 你考试前 应该要用功读书的 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 你没有用功嘛 所以成绩单才会满江红 对不对 所以我说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你应该要看看它的 言下之意是什么 对了 言下之意是 you 看好 我写的时态 you didn't 事实上 you didn't see it 事实上你并没有看啊 所以呢 特别注意 should的跟 all to 后面呢 加上have 加PP 其实有一种 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来同学 这个自己补上去咯 很重要 它有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它有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you didn't see 你并没有看 换句话说 那既然should的等于 ought to 来同理可证 you ought to have kept your words kept your words 你说过的话要保持着 word的叫字 加了s就变成话了 很多个字就是话 你自己说过的话要保持住 那就是要怎么样 要遵守诺言的意思 对不对 要遵守诺言 你应该要遵守诺言的 它还是一样 to的后面用have 加上PP 表示比现在更之前的 更之前的 你应该要遵守诺言的 换句话说 也是这样的意思 它说了 你没有 还是一样 你没有哦 而且不能用don't 是用didn't 你并没有 注冻则没有圆形 keep your words 这句话我是在责备你 你要听得懂 言下之意 弦外之音 你应该要怎么样的 好 这样的意思呢 延伸下来 在intend 想要怎么样 打算怎么样 wish 希望怎么样 would like 也是想要 在这些动词的后面 其实也表示的是什么 一个动作未实现 跟上面的意思 是差不多的 看句子 你就可以知道 它在讲什么了 第一个句子 I intended to have written to you 哇 打算呢 要写信给你的 有没有 打算做什么 intend 后面碰到动词 要用to加上圆形 但是它不是用to 加上圆形动词 它是用to have 加上PP 表示什么 表示比过去 再更之前 同学们看到 它现在的 intended 是过去式 加了ed了 所以人在这里 再往前 那个动作 我昨天 假设 这里是过去式 所以我加一个 昨天 yesterday进去 我昨天 打算 可是它这里 用的是 再往前 所以我昨天呢 在打算 要写信给你 事实上 我有没有写 我没写 事实上 我并没有写 所以呢 为什么老师告诉你 未实现 我只是打算 要写给你而已 打算而已 所以这句话呢 人家告诉你 我打算要写信给你 你不要傻傻地 站在你们家的 信箱前面等信 我告诉你 等十年 你也收不到 对不对 因为它根本没做 它讲的是 I intended to have written to you 我打算 要写信给你 它并没有写哦 要看得出来哦 它代表什么意思 同样的第二句也是 expect expect 也叫做希望 其实就是wish的意思 所以老师没有再写下来 意思是一样的 类似的动词 I expected him to have helped me with the work 我期望他能够帮助我 怎么样 做这个工作 可是他不是用原型 他用的是 to have 加上helped 表示未实现 哎呀 我原本期望他要帮助我 做这个工作的 事实上 他并没有 事实上你要知道 but he didn't 事实上 他并没有 所以像这样的 to have 加上pp 在句子里面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点 弦外之音的感觉 尤其是黑板上看到的 should or to之后 或者intended wish would like expect 表示想要 希望怎么样 这样子的动词之后呢 它都有呢 责备 或是未实现 没有做的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弦外之音在里面 所以同学在学习的时候 请你特别注意哦 好了 那么呢 我们这一片呢 又讲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呢 下一片还有不定词的重点 继续耐心地往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